这是一辆通往阴间的公交车 女孩刚想上去 一旁的大爷突然摔倒在地 他赶忙上前搀扶 这时大爷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司机想要催促他赶紧上车 可大爷却抱住了他的腿不让他走 司机见状只好不耐烦地驾车离开 女孩没办法只好背着大爷送他回家 可越走他越觉得不对劲 因为大爷不光重地离谱 而且身上一阵冰凉 就好像背了一块冰冷的大石头 就在他感觉自己要喘不动气时 大爷突然矫健地从他身上蹦了下来 女孩想要劝大爷以后少喝点酒 就在女孩诧异之时 突然一辆出租车驶来 女孩见状赶忙拦住车子想要上车 可就在他想转头招呼大爷时 却发现身后的大爷竟离奇地消失了 他问司机看没看到刚刚的大爷去哪了 可司机却告诉他这里一直只有他一个人 自己根本没见过什么大爷 感觉自己的后背一阵发凉 志亚只好赶忙上了车 很快车子驶入了狐狸岭隧道 这时志亚离奇地发现 自己刚刚要乘坐的公交车竟发生了车火 他转过头看了一眼身后的路面 呼吸突然止不住地急促起来 二十年前 他和父母当初就是因为路过这里发生了意外 自己虽然侥幸活了下来 可父母却离奇失踪 直到现在都未能找到 他跑上公交车 想要查找一下线索 却发现车上的乘客们已经全部遇难 只有一个女学生还剩下一口气 志亚被吓了一条 很快警察赶到了现场 经过清点之后 车上一共六人除了那个女学生全部遇难 可这时志亚却告诉他车上少了一个 因为自己上车前曾亲眼看到过 车上原本明明坐了七个人 他回想了一下失踪的那个男人 有一头红发带了一把红伞 这跟几天前 他参加那场新娘失踪婚礼时撞见的 好像是一个人 身为记者的他当初还敏锐地 在婚礼现场发现过一撮狐狸毛 感觉事情有些蹊跷 于是第二天 他便找人调出了酒店的监控 在对着视频中的李然打量一番后 彻底确定了他就是 昨晚上公交车上失踪的红发男 他跑到医院找到了那个幸存的女孩 随后拿着李然的照片问他见没见过 女孩见状当即便吓得呼吸急促起来 不断喊着对方想要杀了自己 为了女孩的安全 志亚将他接到了自己家里 他问女孩在公交车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女孩说车子一驶入隧道 灯光就突然全部熄灭下来 然后那个带伞的男人突然变成了一只狐狸 将车上的人全部都给杀了 可志亚却察觉出了一样 于是装作上前安抚他的样子 直接打翻了桌上的水杯 然后趁着收拾的功夫 直接抄起一块玻璃对准了女孩的脖子 这时女孩突然在原地笑了起来 原来志亚早就察觉出了一样 车上的人全部都遭遇了意外 可唯一的幸存者身上却一点伤都没有 他可从来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奇迹发生 女孩见瞒不住 于是直接露出原形变成了一个男人 随后冲着志亚慢慢逼近 志亚见识不妙赶忙将玻璃插到了她的身上 可男人却根本没有反应 最后便想要对志亚动手 这时突然一个不明物体从窗外飞了进来 李然拿着志亚托人送给她的纸条走了进来 可还没等两人说两句话 男人突然就对着李然大骂起来 李然想要还嘴 男人气恼地直接便动起手来 而志亚这时从两人的对骂中搞清楚 男人是李然的弟弟李毛 但是因为一些恩怨所以变成了仇人 他们从屋内打到了屋外 弟弟见自己不是李然的对手 于是便告诉李然看好志亚 自己早晚要来取了她的小命 随后便直接起身离取 而志亚刚想要上前对李然发问 李然就突然施法 随后清除掉了志亚刚刚的记忆 但她殊不知这招对志亚根本没用 因为最一开始她就在家中藏好了相机 将昨晚的事情全给录了下来 第二天晚上她把李然约到自己家里 随后将录下的视频直接投屏到了电视上 李然问她想要干嘛 可不料这时志亚却突然跃上阳台 随后直接纵身跳了下去